近日,吴磊的新剧在暴雪十分低调开机,这部剧从故事背景和人物介绍来看,还是非常吸引人的。 一场暴风雪中的相遇已经钟情后的发动攻势,再加上吴磊挑大梁,这绝对会是一部大爆款。 就吴磊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,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 从迪丽热巴到赵露丝,即便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在,可效果还是理想化的。 但即便如此,对于当红男明星来讲,他们在有了优质作品后,接下来的剧本挑选以及搭的伙伴上就成了大问题。 因为谁也不想只有一部大爆做,那后面的作品只能超越,类似角色可以重复,但多样性的挑战,才是当红演员的必经之路。 还有搭档,有些当红演员在接剧本的时候,首要条件就是要一番,那对方的可选性就不言而喻了。 所以在成歌行驶,不也是女主角撬动了吴磊在大众心中的一贯印象吗? 这是有力的,当然反之也是一个问题的呈现,而这次和吴磊搭档的就是当红小花赵金麦。 说实话,赵金麦这些年发展的也很不错,可和吴磊搭档起来还是稍微有些逊色。 不过二人有着共同点在,那就是从小就接戏,被观众们看着长大,年龄相仿是新生大的佼佼者。 可问题是赵金麦的颜值成了众多网友觉得不匹配的关键。 所以在这部剧官宣阵容后,大家对于女主角也是褒贬不一。 喜欢的珍惜喜欢,而不喜欢的多数是因为配不上吴磊的原因。 从长歌行使起,吴磊那一身肌肉就引发了高热度的话题。 难以为有好身材是很常见的,但这身肌肉从吴磊这里呈现出来,感觉上就不一样了。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内心,吴磊还是那个可爱的小男孩,多年不见,一瞬间成了有心的肌肉男,这对大众的冲击力是很强烈的。 所以在和赵露丝搭到那会儿,那一段拔剑的戏让观众们看得好生欢喜。 于是吴磊就从可爱小男孩一夜变成了行男,美男,拍海豹要暴露一些,走秀要故意多解开个扣子,因为姐妹们喜欢呀。 好了,回归正题。 暴雪在圆州中是有不少大尺度戏存在的,首先是车戏,这个场景下就会让观众们觉得有趣。 那么这个时候,吴磊如果有些挑战性的戏码加入的话,这体型上的优势,岂不是比海豹更加吸引人吗? 除此之外,据说还有共浴的戏,这对于男演员来讲没什么,或者说在吴磊这里也是很愿意呈现出来的,毕竟有很身材不外露,岂不是可惜? 再者,吴磊目前转型是很成功的,能够让大众对自己的印象改观,这也是同心最希望的结果。 可对于女主角来讲,似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 赵金麦从外形上来看属于林家小妹的感觉,没有较高颜值,即便大波浪会显得有些成熟,可依旧算不上美女行列。 而吴磊转型后的改变已经捕获了不少粉丝的心,如果原著中的情节真能够不删减在剧中呈现的话,那吴磊岂不是要起飞了? 那赵金麦这边呢,本来大众就对她的角色有一些许的争议存在,这个时候若因为颜值问题再给她扣上个毫无CP感的罪名。 那是不是就得吃扁了呢? 当然,这种情况是无法预测的,有时候女主角虽然人气不高,但在造型上占了优势的话,也是能给自己带来好口碑的。 当年景田在斯腾中的扮相不就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吗? 只是对于赵金麦来讲,自己也是有一种粉丝拥护的。 为了的状态虽好,可呈现的方式不同,就会有不同结果的展现。 赵金麦虽没有出众的颜值,但人家过硬的演技,加角色的塑造力,这就是让她收获粉丝的方式。 再说了,演员的职业约束在那里,角色是怎样的,她就得塑造出什么样,完美贴合固然好,但有时候反差强的东西,或许更能激发大能量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据说这部剧的原著作者还担任了编剧的职责。 在乌磊赵金麦奔赴芬兰后,原著作者莫保飞宝一发了定位,明晃晃的暗示身处芬兰,进组在暴雪时分。 有了亲妈编剧在剧组作阵,亦是在暴雪时分志愿保证的关键之一。 而作为广为人知的作者与编剧,莫保飞宝更是实力过硬。 莫保飞宝影视化极单人编剧的作品有,杨子李线,亲爱的热爱的,改编字秘之顿鱿鱿,回一天,离同我的时代,你的时代,改编字秘世困鱿,人家论白露,周生如故,一生一世,改编字一生一世美人骨。 景博然,谭松影归路,改编字归路。谭剑次,周也,很想很想你,改编字,很想很想你。 吴磊,赵清迈,在暴雪时分,改编字,在暴雪时分。 在六部作品中,除了三部带播剧,亲爱的热爱的,周生如故,则都成为了年度热剧。 亲爱的热爱的,掀起了现男友热潮的同时,一张杨子坐稳收拾女王的宝座。 而周生如故,虽说在热度上,不及亲爱的债的那般全民风潮,却也成为了悲剧美学的代表作之一。 人家论在剧中发挥一贯稳定的同时,白露的演技更是爆表,红衣跳楼镜头直接封神,亦让她的视野有所腾飞。 三部播出剧,两部成爆款,可见莫宝飞宝生产爆剧的实力。 而剩下的在播剧中,景博然,谭松影主演的归路,将编剧莫宝飞宝放在首位官宣。 很想很想你,也成为了腾讯线偶重点项目。 在作品的选角上,均是男帅女美的组合,亲妈作证更是有了还原原著的保证。 当然,改变自己作品并不只是莫宝飞宝的实力,在热剧《步步惊心》和《生肖莫》的编剧栏上,有莫宝飞宝的名字。 一经出手,大多都是爆款,便是莫宝飞宝实力的证明。 为此,在暴雪时分,有了亲妈的现场监控,虽说在部分大尺度情节上难以还原, 但基本能够按照原著的框架走,那便是书粉的福音。 更好况,吴磊加赵金曼的组合摆在那里就是一场视觉享受,也为在暴雪时分的影视画加分不少。 而除了奔赴芬兰拍摄外,在暴雪时分的拍摄地更加设计中法两国。 三个国度来回奔波是在暴雪时分剧组想为观众创作的浪漫,剧集还未杀青早已经让人期待之满满。 在暴雪时分,原著主要讲述的是,曾是天才级职业斯诺克选手的林一阳,吴磊士, 在一场十年难得一见的暴雪之夜,遇上了当同的九球选手英国赵金曼士。 在英国表弟的主攻下,懒人相识相知,林一阳都过往被逐渐揭晓。 作为斯诺克天才,林一阳曾轰动一时,却因为在一场比赛中对裁判的判法有意义,无意间冲撞裁判而为竞赛。 年少七岁的林一阳因不复结果直接宣布退役,就此离开了他引以为傲的斯诺克赛场。 直到英国的出现仿佛是一道光一般,让林一阳的人生再次偏离航线。 在这就英国的过程中,林一阳受英国影响再次诚实梦想,返回了斯诺克的赛场,结局暂时大团圆结尾啦。 两人不仅有情人种着眷属,职业生涯也都迎来高峰,更是为职业抬球全民化做出了贡献。 而圆柱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纽约,影视化后则将地点改到了芬兰。 都是拥有暴雪的城市,对应了圆柱中的浪漫,可见在还原圆柱的诚心上,在暴雪时分,剧组也是下足了血本。 此外,该剧的制作班底与演员阵容亦是一大看点,也是网友看好在暴雪时分的关键。 说起导演黄天人的名字,不少网友必定陌生,但说起想见你的导演,确实值得让人吹嘘导演的功底。 2019年,一部《想见你的问世》让没落许久的台剧市场终于回春。 男主许光汉爆火的同事也带火了无限流题材。 2022年播出的开端,一闪一闪亮晶晶就是其中的产物,不少无限流题材仍在带播的行列中,可见想见你的火热。 而《想见你的火热》除了题杂上能让人欲罢不能,导演黄天人必然也是功臣之一。 运镜、构图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,也为在暴雪时分打好坚实的基础。 对此,你是如何看呢?你期待在暴雪时分的开播吗?你觉得该剧的选角如何呢? 感谢观看